哈囉,大家好,Ru-chan 今天我要帶大家去看我平常上班的中午都吃什麼 我上班的地方是在日本東京的元素站 然後這附近有一家很有名的拉麵叫做 Affri 叫Affri Ramen 那我現在帶大家跟我一起去吃 就要來用網櫃底層 蒸臉 油 阿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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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裡啊,它可以選擇肉 你要哪一種肉 它這裡有現烤的叉燒肉 然後這個是滷肉 然後這個是雞的叉燒肉 雞的叉燒肉很少見 這裡可以自己有選 然後如果說你像我一樣 想要吃它這裡很出名的叉燒肉的話 就可以吃這個 這個雞肉它是比較清淡的 還蠻適合吃 比較喜歡沒有那麼油而拉麵的人 後面這一面可以選擇雞油的量 例如說可以選擇這個蛋粒的意思 是比較清爽口味的 然後呢 也有這個麻辣味 麻辣味就是比較濃的口味 所以你也可以依照你的口味來調整 我覺得他們這邊還蠻貼心的 給大家看它的麵 它的麵上面這邊有一點點咖啡色的點點 這個是小麥製成的麵 這很健康 然後因為我點的是石油辣麵 石油辣麵算是招牌 它這製就是比較清淡沒有太過的味道 可是因為我的雞油的量是選多的 所以可能會比較有一點點 筍乾 喝一口湯 所以拉麵很有名的是啊 他們的拉麵就是以柚子為基底 因為日本的拉麵通常都是偏油嘛 可是它有名的是因為它是用柚子 所以吃起來比較清爽一點點 湯心蛋 這個蛋結在我嘴巴裡面融化耶 這個蛋太好吃了 哇 這個蛋太好吃了 原來糖心蛋這麼好吃 因為我以前其實都不懂糖心蛋的美味 現烤叉燒 現烤叉燒 這個叉燒太好吃了 大家來我很推薦一定要點叉燒 因為它這個表面嘛 有一點烤過的感覺 然後你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油脂是跟那個烤 有一點焦焦的味道是一起沖上來的 超好吃 而且 因為它的油脂這邊有點甜甜的 喔 這寄糖心蛋之後這個炒到肉上 我更感動 我不知道大家吃麵 喜歡吃哪種麵 因為我自己是比起粗麵 更喜歡吃細麵 那這家它剛好是細麵 所以結果真的還蠻合我的胃口 吃飽了 超級好吃 好 那我還是要按照慣例講一下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都歡迎你按個讚 然後留言告訴我說 你很喜歡這支影片 或是你想看什麼影片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都拜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開啟鈴鐺 接收最新的通知 那我們下次再見 再一起吃飯 掰掰 るーちゃ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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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ねる登録 よろしくねー チャンネル登録以外の おすすめの動画は こちらでーす みんな見てね